进入2023年以来 全美民众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 依旧持有非常不乐观的态度 物价居高不下 股市起起伏伏 就业市场一片黯淡 为此 美国大多数州开始放宽赋税 希望能给州民更宽裕的生活所需 根据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税收基金会的统计 全美大约38个州进行了显著的改革 其中大部分是净减税 于1月1号生效 这些州降低了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税率 免除了更多产品的销售税 并减少了应征税的退休收入 或军人养老金收入 该基金会负责州项目的副总裁 加里德·沃尔扎克说 我们看到两年的大规模减税 在全美范围内达到了高潮 这是对创纪录的高收入的回应 也是对各州在一个流动性更大的环境中 保持竞争力的渴望 由于各州受益于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及来自联邦政府的新冠救济资金 定点流向各州内的居民和企业 这反而在疫情期间 推动了所得税和销售税收入的增长 并使许多州出现了巨额财政盈余 比如先前我们所报道过的加州 这其中有一些州就通过退税或加期等一次性措施 向州内居民慷慨解数 还有一些州则采取永久性减税措施来退税于民 当然州与州以及州与联邦之间相对独立的美国政体 从来不缺唱反调的人 就在大多数州都实现减税的当下 有几个州在2023年却增加了某些税收 包括对汽油电动车和娱乐大麻的征税 某些州还针对富人特别增加了从未使用过的税种 接下来咱们具体看看各州在2023年的税收变化情况 从削减税务的州来看 大部分选择了从三个税种进行改革 分别是最直接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还有就是部分州降低或取消了消费税 根据税收基金会提供的数据 对个人所得税进行缩减的州 包括亚利桑那州 爱达河州 印第安纳州 爱荷华州 肯塔基州 密西西比州 密苏里州 内布拉斯加州 纽约州和北卡罗达纳州在内的10个州 这其中亚利桑那州 爱达河州和密西西比州 从累进税率转为单一税率 亚利桑那州比预期提前一年实施了2.5%的税率 爱达河州的固定税率为5.8% 低于之前6%的最高边际税率 密西西比州制定了5%的统一税率 并且预计到2026年 统一税率将逐步降至4% 阿拉巴马州 特拉华州 爱荷华州 罗德岛州和内布拉斯加州 这5个州 已经免除了部分或全部居民的退休收入 或军人养老金收入 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 还同时减轻了遗产税 还有一个 新罕布什尔州 并没有调整个人所得税 只是降低了利息和股息收入的税率 我们再来看企业所得税 2023年有4个州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 分别是阿肯色州 内布拉斯加州 新罕布什尔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在宾夕法尼亚州 这一比例 从全美最高的9.99% 小幅降至了8.99% 并且州政府计划在2031年逐步降至4.99% 与此同时 俄赫拉和马州成为第一个将允许公司在第一年 扣除某些机器和设备投资的全部成本的措施 永久化的州 由于2017年共和党减税方案中的一项条款 联邦奖金折旧津贴计划将从今年开始逐步减少 最后就是消费税 根据税收基金会的数据 弗吉尼亚州现在免除了食品杂货的州销售税 而堪萨斯州已经开始降低食品杂货的销售税 同时预计将在2025年全面取消 扣拉拉多州和爱荷华州 也不再对纸尿库和女性卫生用品征收销售税 弗吉尼亚州除了免除女性卫生用品的税收外 还对某些个人卫生用品取消征税 正如前文所讲 有降就有升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州在2023年提高了自己的州税 马萨诸塞州选民在11月的投票中 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百万富翁税 这项措施将于今年生效 对1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 征收4%的附加税 加上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的5% 未来该州的百万富豪 光州税一项就要交出9% 据悉 这些资金将用于教育 道路 桥梁和公共交通 根据肯塔基州税务局的数据 由36项额外服务 现在要缴纳6%的销售税 包括夏令营学费 健身 室内装修 服装和珠宝维修 网站设计 停车 整容手术等 不仅如此 还要对打车租车 电车配电等服务 征收额外的消费税 在克罗拉多州的小伙伴们 也要注意 商店提供给顾客的 每个回收纸袋 或一次性塑料袋 也要征收10美分的周税 而且 今年以后 商店不会再分发塑料袋了 新德西州将娱乐用大麻消费税 从每盎司1.1美元 提高至了1.52美元 最后就是汽油税 根据税收基金会的数据 由于通货膨胀指数 或与燃料价格挂钩的自动调整 由5个州提高了汽油税 分别是佛罗里达州 伊利诺伊州 密歇根州 北卡罗达纳州 和尤塔州 与此同时 纽约和康涅迪格的汽油税 豁免期也结束了 好了 以上就是2023年 全美各州的税务调整情况 各位观众朋友的税 是升了还是降了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